中国象棋史最具影响力棋局第48讲 2009年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第20轮 跨时代的一场对决正式打响 10年20岁的王天一执红棋对阵10年仅15岁的郑维彤 这是王正两大未来之星的首次交手 当时的棋手不会想到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王天一与郑维彤的争霸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由于两人当时都不是明星棋手 因此讲解这番棋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 让我们共同欣赏这盘开篇之作 开局选择飞向对郭公炮 王天一选择了双正马 黑方挺足 这里平炮准备出狙 黑方跳马之后双方把狙开出 王天一选择不合狙 准备压马 黑方就平炮对狙 这里红棋如果平狙压住 黑方可以狙二进二高狙绑马 将来再退炮打狙反击 红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这里选择直接简单把狙对掉 是简单且正确的处理方式 红方再选择挺兵 准备要进炮封狙 黑方赶快过河狙 先压过来 红方就选择马三进四 黑方跳马之后 红方选择挺三兵 威胁采狙 郑伟同退一步 抓马的同时保持对狙炮的牵制 红方回马采狙 黑方退两步保护自己的欺足 否则被红方冲下去抓马 显然要吃亏 这里王天一走一个巡河炮 准备要较将抽狙 黑方赶快补一个 红方保留过河兵 黑方就挺足 这里红方肯定是要吃足的 否则黑方白采那肯定要吃亏 所以王天一选择直接冰四平三 先消灭掉 黑方暂时是不敢飞兵 否则红旗可以平炮较将抽狙 所以郑伟同呢 走一个炮四进一 给狙生根 下不齐再把这个兵飞掉 那么红方一看啊 这个兵呢也保不住了 赶快抬狙 当你一吃兵 我就甩狙过来 准备要进狙抓马抓炮 黑方赶快退一步形成弹子 红方再走拘点下路 准备要平局抠马 黑方赶快平炮 当你平局抠我 我就选择落相 王天一再选择平炮 准备攻杀黑旗的底线 一连串的进攻 黑方呢赶快防守 平炮顶住 这样红方在顺势炮打编族 这边打局 黑方足武进一必然 走到这里 所以红方如果选择下底将 其实没啥大用 因为黑旗可以退炮顶住 下部旗要威胁平局抓死炮 红方如果平局 黑方就躲一下 将来还是有平局抓炮的手段 红方没有便宜 所以这个旗呢 走到这个局面 红方没有选择下底将 选择进一步 要求打马 是含蓄的下法 黑方赶快平局 如果红方打了 那黑方一吃 这个旗呢也是一个交换啊 没啥意思 所以王天一主动变招 选择平炮过来 继续保持九路炮 对对方三路马的威胁 黑方实战 选择跳马 这里其实给了红方一个炮打底向的机会 红方如果这样一打 可以捞取一个向的便宜 那么以下黑方 虽然子力较为活跃 上市又能抓炮抢一个先手 但红方简单退回之后 应该说呢 这个旗啊 还是红方多向 占一点小便宜 那么实战呢 天一特大没有这么下 看来早期呢 王天一特大 还不是特别凶狠啊 如果放在现在呢 很有可能要打向 实战 天一特大走的是平狙 先把这个狙炮给拉住 那么将来下底炮江呢 这个威力就会更大 走到这里 黑旗选择赶快跳马 不再给你打向的机会 那么红方呢 就退炮 先瞄中足 这里如果下底江呢 人家录个向啊 暂时也是没骑 所以先退炮 准备打中足 是更好的选择 黑方回马 红方不理 选择跳上去 那黑旗呢 就主动交换 让红方飞一个高向 再选择把马跳起 走到这里 其实是给红方 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啊 如果红方选择打中足 看起来是一个便宜 但是黑旗 捕士之后 红方的阵型 是有很多弱点的 首先飞了一个高向 这个狙呢 在这里啊 没有什么威力了 因为没有底炮的威胁 这个狙反倒呢 成为了一个弱点 这里红方要赶快补一个 那黑旗可以平局抓马 红方只能退三啊 如果马斯退六 这个右边太空虚了 将来对方平炮 出老将等等啊 右边没有子力防守了 所以只能选择马斯退三 那黑旗再选择进去抓 连续抢线之后 再选择平炮 威慑红旗的底线 将来有平局抓马的威胁 这个旗这么下啊 红方的子力很散 虽然吃了两个兵 有多兵的优势 但黑旗的子力位置非常好 而且有攻势 显然红旗是得不偿失 因此啊 在这个局面下 红方走得非常的冷静且正确 没有打足 选择回马进枪 将来准备用马呢 去踩足 非常的明智 黑方一看 对方不上当啊 选择平局来抓 还是希望红旗用炮来打 但红方偏偏不 选择兵酒精一保住 黑方一看你不打 那算了 我先补一个啊 走一个炮平三 防止你的牵制 将来有打兵打相的棋 红方顺势踩足 黑方就补一个势 这样黑方的阵型 非常的强硬 红方也没有好的进攻点 索性选择换掉 那黑方用马吃回来 红方取得多兵的优势 但黑方的阵地非常的坚固 红方此时赶快补强 黑方这里直接平炮 企图通过交换去求和算了 那这里红方啊 如果选择简单打了 这个棋呢 就是一个合棋 打掉 黑方一吃 红方虽然可以退居保护边兵 但是这种棋啊 红方响赢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没有炮 黑棋简单平局 将来有进局捉马 或进局抓兵 表面上看红方是多两个兵 但这个兵呢 都没过河 而且黑棋将来啊 进局猛吃 红方很难保留自己多兵的优势 对这种棋啊 是很难取胜的 那王天一想要求胜 自然是要平炮 选择必对 那黑棋呢 就选择吃兵 红方退回 黑方退局 守租自己的要线 那么红方呢 接下来挺起中兵 双方进入下一波战斗 黑棋选择平炮 红方摆中路 准备掩护中兵冲过去 黑方跳马 红方按计划兵武进宜 郑维同选择平局过来 准备要出帅 威慑红旗的抵势 对红方呢 赶快选择跳马 这里服有兵武平四 对黑方呢 选择进马顶住 红方拆炮 避免将来对方出将啊 这样的很尴尬 随时可以补视 这样的黑棋 你抓 我就跑 你再抓 我再跑 你再抓 我就跑 那黑棋不能常抓 选择平炮顶住 红方再选择退局 黑方吃兵 红方跳马 黑方选择进局 以上的招法呀 双方走得非常的精准 也非常的冷静 下到这里 红方选择进炮 准备随时有力中炮 或平炮的闪击 双方也是剑拔弩张 寻找赢旗的机会 这里黑方跳马 准备挂脚杀旗 红方退局防守 非常正确 这里挂一将就平均蓝 黑方再回马 下到这里红方走了一个上市 这不些啥意思呢 想勾起黑棋的引起欲望 想把黑方的鞠勾引过去 这样你去进攻我 我的马呢 也可以冲进去进攻 早期的王天一 也是有一些强辩呢 想去求胜的 那郑维同一看 你既然上市 我不甩鞠进攻呢 显得我很没面子 所以你现在之势呢 我必然是甩鞠准备攻杀 王天一顺势选择 炮九平七 掩护自己的底下 那么将来你较将 我可以落相掩护啊 所以这个炮呢 这个选位非常的重要 郑维同选择平炮 准备先驱后炮 连续进攻 打击红方脖的一侧 王天一呢 也按计划 直接跃马 双方瞬间呢 是刺刀剑红 眼见着红旗 有一个卧槽马的杀旗 非常的厉害 黑方该怎么办呢 只见郑维同 直接选择凌空陷马 红方这里只能吃 不能选择出帅 否则黑旗 可以平炮一将 红方只能横兵挡住 黑方再进去江 然后选择回马江 这个红方呢 就非常的难以招架了 你不能知识啊 否则叫江要出狙啊 这里如果选择横兵 黑方可以跳马再将 然后回马江 非常犀利 红方只能再横兵挡住 这样黑旗 退居一将 就形成了绝杀无解 这旗不能下率 否则黑方跳马 是形成一个双江杀 那么红方如果送炮啊 黑旗就可以回马较江 然后马六退四 形成绝杀 所以这里面黑方的杀招呢 是相当的犀利啊 因此走到这个局面下 黑方凌空陷瓦 逼着红方只能去吃 那黑旗的后续手段是什么呢 首先是禁聚一将 那么红方不能上率 否则要抽居的 只能选择落相 这里呢 也体现出这个炮的作用 那黑旗可以顺势下炮再将 同样的道理不能上率 只能飞骑 这样的黑旗再选择通过较江 把红方的马给消灭掉了 这样的双方是相当于换掉了一个马 王天一赶快平局抓炮 再抓 然后消灭对方的族 取得一个多兵的优势 但黑方的族冲上来也是比较快 红方落相 黑方选择退居 兵武进一 那郑维同呢在保留过河族 形成了红方多一个边兵的微弱优势 这个优势呢 正常来说是不够赢的 以下王天一选择冲边兵 郑维同呢就继续下足 牵制红旗 红方一捕 黑方选择百中居 咬住 红方横居 这里呢瞄住了黑旗的底下 由于红方的炮总是威胁着这边闷弓的一个潜在威胁 所以黑方呢选择调整阵型 非常的老练 然后再补试 红方退居 那这里是郑维同呢 抓一下 再抓一下 我再抓 然后平局再抓炮 连续抓 红方躲 这里呢选择进炮 随时有百中炮或炮六平一威胁底线 红方退炮拦一下 这里平局抓兵 红方横平之后 黑方继续抓兵 可能是红方啊 也有些烦躁了 这里呢 再躲之后 选择平局抓足 那么黑旗呢 也没有理睬自己的足啊 直接选择下底炮 当你吃我的足呢 我有一个进局抓双 消灭了红旗的编冰 那由此呢 进入狙炮兵 对狙炮事项权 这个残局呢 是一个关河啊 闭合旗 虽然红方还在努力 但黑方也是滴水不漏 这里平局准备下底抽试 黑方先补一个 平炮 黑方就抓 你躲 我抓 你躲 我抓 连续抓 那黑方不能长桌呀 选择呢 退去抓兵 当你将我 我就选择落相 这个棋走到这儿啊 红方也是无奈 如果选择进狙守住中兵 那黑方可以平局叫抽 你防一手呢 他在退炮 简简单单 这个兵呢 其实也是保不住 而且随时服有 较将抽狙 把狙换掉的棋 那这个棋就合得很干净了 这个兵呢 也是保不住了 索性呢 这个棋选择进狙抓尸 黑棋果断吃兵 红方杀尸 这里服有杀尸 在抠底抽狙的棋 那么黑方呢 就上个老将 你现在如果再杀尸呢 他向三进五就没棋了 所以王天一呢 就平局抓一下 退炮 将一下 再选择平局 还是服有将军抽狙 那黑方补一个 虽然丢一个是啊 但这个棋呢 没有任何的问题 走到这里 王天一还没有放弃 选择将两下之后 把炮退回 黑方又开始了 抓一下 爽一爽 疯狂的抓 红方就躲 不能常抓了 我就选择进个炮 这样呢 王天一再出个老帅啊 然后再抓 黑方呢 顿一下可以继续抓 然后平局 这里扬个像啊 红方呢 有点受不了了 老这么抓 谁也受不了 先扬个像 你不能再抓我了 再抓我揍你啊 那走到这儿呢 黑方平局 红方就落了一个市 准备要摆中炮 结果黑旗呢 就立一个中鞠 形成一个铁架 你咋的也赢不了 当王天一摆中炮 那黑旗呢 就直接选择锯砍炮 换掉之后 再选择立中炮 至此形成了 单鞠和炮双向的 一个基本形 已经是一个核旗的定势 那么双方呢 也就没有必要 再走下去了 至此 双方血战 111回合 握手 言和 此时啊 双方已是大汗淋漓 彼时的王天一 和郑维同 绝对不会想到 面前的年轻人 将会是 象棋路上的 最大强敌 王天一 与郑维同的争霸时代 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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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